大家好 我是小林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 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华尔消息 政治局炸了 这个华尔街也炸了 这两股中国经济最大的势力和庄家 他们就是最底层的 这个最基础最根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两股势力 就中国共产党自己 他能够出台很多的政策操纵中国的经济 还有这个洋人也要给面子 洋人那基本上过去这几十年 给中国人影响着一些政策 能够给中国人受灰的 基本上洋人带来的 你比如双丘 双丘就是美国人要求的 世贸组织要求的 不然中国人哪里有双丘 劳动最光荣 还双丘什么 现在这两股势力都要不是跑光了 要不是躺平了 就是都没有任何拯救中国经济的倾向和意愿 那这次真的就是玩犊子了 没救了 没人救了 谁来救呢 难道指望着十几亿韭菜 在大山沟里面的农民 不会气势 不会气势 指望他们能够出来拯救中国经济 那就真是没指望 我们先来看华尔街 华尔街最新报道 这个摩根大通发表报告 持下调碧桂园贫瘠级和目标价 我一看近呆了 下调的幅度相当惊人 我们在昨天才说完这个股票 要这个地产板块可以讲是全面沦陷 现在受为什么的其中一个消息 就是摩根大通著名的华街巨头将碧桂园服务 目标价由22港元下调至6块7港元 平级由增持降两级至减持 增持还可能是观望 再到减持一降降两级 22块钱变成6块7 三分之一不到 三分之一不到 三分之一都没有 一下子调这么大的幅度 所以受此影响 昨天这个碧桂园服务大跌18% 差不多18% 那还有碧桂园 碧桂园这个地产目标价由2块3 2块3港元下调至0.9 直接就穿了一块钱0.9 所以昨天跌了10%收盘了 那就是大幅 这个简直是惊人的幅度 一半以上2块3 调到0.9 一半都没有 直接跌破一块钱 沦为仙谷 那这个花街巨头大行啊 可不是什么反共媒体什么什么啊 各种各种黑中国 那可他们说话都是要靠谱的 都不是的谁谁面面的出台一个报告 他报告是很详细的 目标价我们看到最简单的 他背后起码一本书那么后 这个一个报告 这个可能一翻开几十页 那里面有详尽的数据 各各种论据论证可不像小粉红五毛张嘴就来 这个我很好很好 山西很多汽车是吧 他也没有论证 他这个能够形成一个权威的报告 他都是有各种那都不是不需要我们来说 他肯定是有一个整体的报告出来 这是个很严肃的一个文件 那一出来的里面都都是已经论证好了 一下子跌这么多 而且啊 华尔街最近有点不对劲哦 我提醒大家哦 从高盛啊沸沸扬扬是吧 这个什么这里不行 那你不行啊 给中国经济 现在好像风向变 大家发现没有 从高盛到摩根大通 华尔街开始说实话 哎 大家发现没有前几年 大概是两三年前吧 19年开始 其实这个整体这个叫做实证圈吧 啊叫做做这个这个反共人这个圈子里面 其实都都一直以来对华尔街意见比较大 是吧 为什么呢 就觉得他们不说真话 啊 或者说跟跟中国政府有勾兑哈 啊 然后这里面 因为就香港反送中开始 我们其实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 但是华尔街还是还是就之前嘛 就起码就大家是这么觉得的啊 就是觉得这个华尔街哎 你看 说啊 你看只讲利益啊 就跟跟中国共产党沆瀣一切 或者是有勾兑啊 这个起码民间有这种质疑 对不对啊 啊 那那这里面 到今天为止 为什么转将这么明显 你看看一个高盛 一个摩根大通 这种勾兑为什么就不成立呢 啊 一个啊 可能啊 我的大家都都是都是分析啊 我们可以这样质疑分析吗 华尔街跑完 两三年可先开始吗 19年反送中开始 华尔街可能就开始撤了 啊 一边谈一边撤 他撤完了 现在啊 然后呢 那撤完反手 甚至可能会做空 哎 这就有很多小朋友 我说中国还是很大 这个理论其实啊 在资本市场是不成立的 不是什么什么中国大不大的 那没关系 一个国际市场上面 品种多了去了 有大把的机会 世界上200多国家 有很多 小众的投资目标 一般老百姓都不知道的 都不清楚的 啊 因为这个这个接触的面 都都是很窄 那一般人 这个但有很多小众的国家 其实可能发展前提都不错 那在这里面 他就有对比 不会说中国还是很大的国家 那那 人家看着这个比中国好就行了 有标的 比中国好 我就可以去不去印度 比如去越南 中国还有没有大我 我不管 他是一个对比性的货比货的 明白吧 在投资领域是货比货的 啊 你看着这个还行 但是那个比的好啊 所以资金就都到这个来了 所以这个就炒起来了 明白吧 所以这是一个一个投资逻辑 那还有 滑稽大行毕竟要脸了 对不对啊 这个 现在 既然自己也测的差不多了 啊 那他也要讲点真话 必然这个这个这牌子不能砸了 毕竟人家一百多年 这个这个这个华尔街的巨头 是不是 啊 所以这个 现在啊 这这股趋势是很值得我们关注 就是华尔街最近纷纷对中国的 这些标的进行 那简直是都都不是一点点 你看二十二块调到六块七 两块三调到零年九 碧桂园 已经是中国政府重点拯救的对象 在大家这个口中 我我也论证过 这个就给大家介绍过不是论证 就是碧桂园属于千亿法额动存 动全身 这种东西是底线 可以这么讲 这种 强民企还有 有二线国企啊 就是什么远洋啊 什么绿地啊 这些属于最后的防线 这些都垮了剩下几个央企 其实没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这个市场基本上就砸了 你说有几个央企没倒那没没意思 说那种话就没意思了 那还有除了华尔街 碧桂园里面的老板啊 这个这个总裁也在论啊 你看啊 据金融界报道 五天之前碧桂园服务总裁李长江分两笔 合计减持了三百二十三万股 三百多万啊 碧桂园服务约套现两千八百七十九万港元 那两千多万的港元 人家不躺平 人家不跑了差不多了 碧桂园自己的总裁跑了 华尔街跑了 那还指望谁来救房地产 里面的高管跑了 华尔街资本跑了 就套了一群散户进去 散户指望谁来接盘呢 是吧 所以这个 接盘击鼓传话永远是有人比自己赛 这个这个击鼓传话 蹭蹭蹭蹭击鼓传话 后面谁来接啊 哦 这个碧桂园的总裁给了给了散户 华尔街给 散户给谁啊 后面没人了 散户还能给谁呢 是不是啊 还有哦 今年以来碧桂园服务执行董事 这个消滑啊 也乘于1月9号减持过50万股 你看这种种迹象表面啊 啊 这个这里面昨天就就说了 这个碧桂园债券啊 是纷纷异动了 下跌 啊 也现在也出现华尔街 他甚至做空啊 他都不单止跑完 他还可以做空 是吧 嗯 所以所以你说现在都 有时候不单止不救了 你指望了华尔街进来救世 然后让你散户跑路 哪里有这样的事情 资本都是嗜血的 是吧 这个大鳄什么叫大鳄 这个大鳄鱼啊 是吧 啊 哪里有酒 酒在这个大鳄鱼面前 是吧 这个谈谈谈道德高尚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你看这个 接连出色啊 这个这个这个时候 还有金帝集团 新城控股等美元 债券出现大幅下滑呀 就这样的情况啊 现在 那都都都跑完了啊 怎么办呢 啊 这个老板也跑了啊 碧桂园就跑了 啊 这个记者啊 你看官方媒体马上也急了 这个证券时报啊 属于就党媒 党媒也急了 记者从碧桂园方面获得回应 党媒马上找到哪里去了 已经是 找到碧桂园总部去了 党媒已经非常警惕了 老百姓是可盘可控是好像没事人一样 党媒已经动起来了 动到哪里去 跑到碧桂园总部去确认 碧桂园创始人杨国强和碧桂园董事会主席杨会言 还在不在总部办公 党媒证券时报 无端端你跑去确认一下 碧桂园的老板在不在总部办公干嘛 这几个意思啊 那大家自己细品你品你细品 官媒已经跑到总部去确认人了 现在就差没把他控制住了 现在就定的了 我说很多老板为什么没润 你说他没润 很多年前大型企业的老板基本上都被边控了 据我了解 很多都不能正常出现的基本上都要审批的 比如马云这些 他没有任何个人他想走就走 没有这样的事情 他要去哪基本上要审批的 就就就这个这个意思 就是稍微千万级别的小开发商的老板基本上都被边控了 很多年前 不不像不像老百姓这样是说走就走的不是这样的啊 所以现在你看 老板已经进入了这个相关部门的监视范围 那证明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那再到昨天啊 昨天这个出台报告啊 为什么出台一个报告 主要是政治局开会的政治局开会呢 是这样的啊 7月21号其实已经召开了一个中共中央 我们说到政治局了啊 在中南海召开一个叫做党外人士座谈会 就当前 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 听取各民主党派 中央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五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啊 并就跟大家友好沟通啊 听取大家的意见啊 就已经搞这种 其实已经算很差啊 因为这就是要沟通嘛 所以肯定要有形成一定的报告啊 所以一些房地产领域的研究院 他就要拿出一些报告 那给领导讨论嘛 他是要讨论的 内部是要讨论的 只是告诉告诉老百姓是是另外一回事 啊 里面 你看这个上海一居房地产研究院啊 就发布了最新的报告 这些就是放到政治局里面讨论了 那他他里面研究院呢 就给给出一定的依据嘛 啊 还有数据 你看7月1号到20号啊 这个也这个一居研究院的报告显示 全国50个重点城市成交面积 环比6月份下降 33% 啊 成交面积就是这个成交量下降很多 然后还有个开发面 就是开发面积代表什么开发面积代表 这个GDP就有没有动起来 这个经济 开发面积代表的是这个产业链对GDP的拉动 有没有动 什么叫开发就有建设工人有上班 有搬砖 有货水泥 有有有搞水电 就这个GDP拉动 这叫开发面积 成交面积呢 代表的是 这个产品金融产品是畅通的 他有一个畅通的成交啊 这个产品在这个商品这个服务在在市场上面 大家能流通 那才有开发啊 所以所以两头一个是一个开发一个成交 这两个都下降30%多左右 就整个形势都不好 7月份比6月份环比继续大幅下降 给出了一个最新的数据 给中央讨论啊 那报告显示7月份50个城市有42个城市交易 行情有环比下跌的态势 八成的城市就80%的城市 成交量不如6月份 比6月份好的估计可能是基础问题 现在有一些四五线城市 比如广东的什么潮汕地区啊 那种地方啊 广东有很多很边缘地区啊 什么 什么扫关啊 或者说什么什么 什么英德是吧 啊什么什么普林是吧 那那种地方 那那 基本上就是没有一点点经济啊 现在 啊 这种县城那县城 它基础很小 上个月成交了几几套房 这个月 突然间6套房 就比上个月多了 就其实它很小 市场已经非常小 现在在中国四五线城市买房 买了就别想跑啊 啊 这纯粹的房租不少啊 纯粹的房租不少 那这里面 成交量的缩水 现在卖不出去了 它报告认为啊 报告认为本轮房地产降温 此始于四月份 是楼市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啊 不是季节性的啊 这是一居研究院说的 是深层次供求关系啊 所以政治局也提到供求关系 第二个此类问题有很多深层次的原因 充分暴露了购买力偏弱 换房需求欲足 市场信心不足等问题 此类问题不解决 不光对各城市去库存造成困扰 也对房地产的资金链 销售啊 还有这个产业造成重大的打击 这是报告 然后就说到政治局啊 政治局根据这个报告 就先是跟党内人士召开座谈会 21号 然后24号就召开了政治局就定调 先是跟各种民主党派 沟通的民主党派沟通 其实现在这个气氛都相当不对啊 可以告诉大家 你比如跟民民主党派座谈会 上面什么民革民盟 民建民进 啊 这什么志工党 九三学社等等 他们都是 是 他的表述是这样的 他们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就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 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谋划考虑 完全赞成 绝对支持 没有其他的话 现在现在民主党派没有其他话 只能是表忠性 要习近平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24号啊 就跟21号跟跟党 党外人是沟通的经济问题24号在定调 所以从中央来讲 他也知道这个经济实在是非常糟糕 21号跟党外沟通 二十再再酝酿两天 24号再跟 在政治局里面定调 看能能拿出什么政策 海内外都希望有政策 但是有没有拿出来没有 而且拿出来东西还是比较糟糕的 会议只强调了一个积极扩大国内需求 很诡异的是整个文件里面没有提到外贸 大家可以去看里面基本上没说外贸 稍微提了一下房地产 他叫做要防范风险 要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 跟防疫一样 他叫做优化政策 他不是叫转向 他也不是叫叫叫什么 也没有拿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他越是他越是用平白的语言说 证明证明他越越要动刀子 他越要有实际的动作 他越是说国安化什么叫事实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 证明他没有政策出来 基本上没有政策出来 你们自己看的吧 我不会出太大的政策 就这个意思 对于房地产 他基本上处于放弃态度 也就是 他通常 如果真 习近平 习近平他真有动作 他的语言是比较简单的 他比如他会用什么驴洗袖子加油干 或者说要用什么赤刀剑红 这个共同富裕 他会有一些名词 或者说比较简单的语言出来 但如果他说官话 那证明他不想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说 也要还有 就外贸媒体 房地产基本上稍微 简单的 提了一句 官话 还有失业 失业是基本上 媒体 全国这么多人说了 这个失业率高达46.5% 没有 就没说 放在任何一个国家失业率到 2% 30% 基本上是要造反的节奏 所有的什么什么 革命 什么这个各种花革命 230基本上都会造反 中国是40%多 现在没有一个说法 外资没有说法 民营经济没有说法 然后他说 这个我我们这个做的还是不错的 不要把自己表扬了一番 我们还是现在还是改解决了很多问题 道路是曲折的 前途是广民 大不了就承认道路是曲折的 所以很诡异 这一次政治局会议 好像不打算进就经济了 对于民间有诉求的房地产 因为涉及到千家万户的财产 再到外资 再到什么 基本上没有任何 特别 突出的政策 没有 所以这是很诡异 一个政治局现在 常着噎的 今天下午 听说是秦刚这个事情要要拿出来 也不知道 都是猜的 一个外交部24号毛林还在说没有信息可以提供 我不知道这这究竟怎么了 然后政治局开个经济座谈会 专门解决经济问题 知道很麻烦 知道很严重 但是没拿出任何关于民营经济 关于外贸 关于房地产的政策出来 处于全面放弃的态度 那究竟想怎么样 基本上最近真正八斤在做的是做见点 这是习近平真正了八斤在做的 做间谍 香港做八个流亡人士 这是实际看到 然后把美国的这个什么什么咨询机构全部关掉 这是我们看到的真在做 其他都是官话 有一半的年轻人的失业也不管 究竟是怎么啦 先看今天这秦刚能不能出来再说吧 先先说这么多吧 时间有限就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问题很多 问题很多 但是好像 好像没动作 没人救了 现在就没人想救了 觉得不错 这个打开小铃铛拜拜